大家好,我是老孙 现在是一名在网上卖锦里的奸商 提到老孙和大白粉丝们最津津乐道的 就是我身后的棉库鱼池 本期视频就看它 这个视频咱们不分享养鱼知识 就纯聊天 面前的就是大家心心念念 好多人都在惦记的棉库鱼池 这个池子也是老孙和大白总 和各位朋友们缘分开始的地方 没有这个池子 我们可能后期也不会成为现在的锦里奸商 反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小池子 上次更新棉库鱼池的视频 还是在一年半之前 正好今天有时间 咱们就抽点时间 再带大家看一看棉库鱼池现况如何 首先啊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目前此时此景而言 水清余亮 让人心旷神怡 非常的漂亮 整体来说 这个棉库鱼池 你别管我们做的多么的简陋 有多少地方不合理 多么的菜 但是这个池子 用了一年多 就我们感觉而言 非常的满意 已经超出我们做池子之前的预期了 远超预期 当时挖这个池子的时候 还是普通的玩家 当时我和大白总 我俩人拿着铁线 一铲子一铲子挖出来的 反正中间也费了不少周折 这个翻了不少车 大家看得也都非常的开心 先和大家汇报一下 整体鱼池的运行情况 这一年多 最高的时候 这个池子的密度是50条 30公分左右的井里 然后一天喂三次 这个小破过滤 也可以很好的 撑起这样的投喂密度 水质维持的也非常的好 当然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好多鱼都已经捞走 我们给它卖掉了 现在就剩了 有个一二十条鱼吧 大大小小的 现在的水质 你看多漂亮 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通透 鱼的状态也非常的好 再回应一下 之前受争议最大的 我们的过滤舱 我们这个池子的过滤 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沉淀舱 一个毛刷舱 两个生化舱 一个清水舱 没有靶管舱 也就是说这个池子 不能通过靶管的方式 往外排水 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其实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由于这个池子是往下挖的 没有办法接排水口 所以当时也就没做把滤舱 再加上水平当时非常有限 当时可能甚至说难听点 那个把滤舱到底该怎么设计 我们也没整太明白 所以就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做了 所以之前很多朋友都说 你不做把滤舱 你后期维护非常非常的麻烦 两个菜机啥也不同 就敢挖池子之类的 就这种嘲讽多了去了 但是 但是 池子我们用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感觉非常的好 之前在评论区也回应过大家 就是我们不做把滤舱 我们也有自己的清理方案 就是用一个底细水泵 放到沉淀舱和毛刷舱当中 往外抽底下的脏东西 而且你像这种池子 之前我们目的也不是为了放多少鱼 对吧 进行售卖 当时也是为了自己少养一点鱼 自己观赏着玩 然后顺带着拍拍视频 是吧 挣点狗费啥的 那我们当时预期就是一个月 抽个半天的时间 清理一下就行了 两个人半天的时间 足够了 事实也是这样 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 大概15个月吧 我刚才算了算 总共清理了不到10次 一直都维持的非常的好 而且鱼的健康状态 也没有出过任何的问题 反正就是非常的好 这个视频也想回应一下 之前的那些小黑粉 自从做了自媒体 我才知道真是 网络千千万 那人在网络上 更是什么嘴脸 什么面孔都有 当时做鱼池的时候 什么张三李四王尔麻子 来了之后都能喷你两句 说你这个池子这样不行 那样不行 是 这个池子就现在 经过一年多 我们的成长历练经验 比之前更足了 确实能发现 确实是不少的问题 但是 我们 作为池子的主人 天天和他接触 我们非常的满意 每次到这池子旁边 来看鱼的时候 都是心情舒畅 哎呀 就那种 有池子的感觉 对吧 很多朋友都能理解 就是舒服 就是爽 虽然说 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池子 它可能 如果真是从鱼池的角度 来给它打分的话 它可能30分都到不了 但是 我们自己非常的满意 就行了 你还说啥呀 看我们笨手笨脚的 看我们菜的抠脚 你自己气得跟个赖蛤蟆似的 哎 那我们 很开心的吧 自己很欢乐 对吧 所以说 那因为之前老喷我们的朋友啊 你们就不要再喷了 对吧 这期视频 你看大家都看到了 对吧 水清雨亮 老孙 也是抱着非常大的 这个喜悦的心情 和大家分享这个池子的 后续报道的 开心就完了 做了两年多的自媒体 卖了一年多的鱼 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粉丝 老孙现在是 比原来通透多了 就是有些事情啊 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就行了 结果你能接受就OK了 千万别 今天听张三的 明天听李四的 你永远 那样的话永远干不好任何一件事情 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做就好了 别人给你的永远只是建议 你愿意听就听 你不听没关系 因为只有你自己是要对你自己做的事情负责的 哎呀 你看这是不是格局打开了 这个从理论角度来讲 档次就上去了 对吧 行了 这个视频也没啥 没啥可拍的 就是和大家聊聊天 再让大家看看棉库池的现状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在视频的最后 万分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如果不是有你们的支持与鼓励 我和大白总 我们自媒体也好 锦里的业务也好 我们做不到今天 虽然说还没有开始挣钱 但是那是迟早的事情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感谢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咱们聊聊呗 毕竟都是老朋友了 好 我是老孙 一个卖锦里的奸商 咱们下期再见